优兰戴尔大人 通讯已经接通了 德莉莎主教 还有大家 好久不见 优兰戴尔 莉塔 好久不见 对了 我记得今天素商和启罗也要到训练室来 怎么不见他们 主教大人放心 苏莎娜已经去接应他们二位 相信很快就会到达 德莉莎主教 优兰戴尔大人 莉塔大人 我已经准时将大家带到 任务完成 还真是敢巧 一来就能看到这么多人连视频 好不热闹 迪安卡 地塔 希儿 还有大家 又好久不见了 企罗小姐 好久不见 好 好久不见 企罗小姐想对我说些什么吗 没 没什么 只是感觉欠你一个道歉而已 希望现在说这些不算太晚 当然 你不接受也没有关系 你的道歉 我收到了 谢谢 谢谢 是啊 我并非人类 也没有办法真正获得人类的感受 因此总是做出一些令人误会的举动 即使遇见身为人类会伤心 委屈 苦恼的事情 在我心底 也无法拥有完全相同的情感 尽管这也不算什么致命缺陷 但 企罗小姐为了那些误会向我道歉 是将我视作拥有和人类一样情感的人 或者说 一位朋友来对待 不对吗 虽然很想说我本意并非如此 不过这样说倒也没错 那 企罗小姐 朋友之间在表明心计的时候 是不是会像这样 来 试试看这样对我说 不论如何 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即使发生再多的误解 举语 我也永远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你 好了 企罗小姐 我只是开个玩笑啊 早知道要跟你通话 我就不跟大家一起来了 诶 企罗前辈 刚才你在门口看到大家通话的样子 明明很开心啊 我记得那时候 米斯托灵也出现在屏幕里了 苏莎娜 为什么你这时候记性这么好 刚刚却带错了路呢 对 对不起 企罗前辈 不打紧 苏莎娜 我对这地方也算不上熟悉 咱们这次搭办巡路 下次肯定就记住了 谢 谢谢苏莎大人 我一定会努力认路 成为大家最好的向导 这次特地拜托苏莎大人和企罗前辈 来帮忙训练新人 拍摄天命宣传节目 也辛苦二位了 小事小事 在外旅行这么久 早就想跟人鄙视一番 活动活动筋骨了 现在天命的训练方法 跟以前可大不相同了 对我来说 也是全新的体验 而且在训练的间隙 我还能给新队员们 讲讲这位 优兰戴尔大人小时候的趣事呢 哦 齐罗前辈 我也想听 齐罗前辈 还请你口下留情 对了 最近我们正好还启动了一个特殊的长期项目 要训练几位天赋不错的特种战斗员 有空的时候 齐罗前辈和素杀 也可以多给他们传授两招 特殊的长期项目 嗯 因为还在保密阶段 所以只有到了训练场 才方便告诉你们具体内容 不过请前辈放心 那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宇宙偶像 来传授经验的项目 对了 尤兰戴尔 丽塔 除了训练室 这附近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素杀大人 是想找游戏厅吗 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倒是有一家 我可以带您过去 呃 打游戏的事情 我得缓一缓 上次Bronia听说我也有这个爱好 就特地送来了她制作的新游戏 唉 那可真是太难了 我头都要变成两个大 到现在也不想再捧游戏机 我真想不明白 凯亚娜为什么会在那个一件 一件反馈表里田非常简单 原来是这样 那不如素杀大人在空闲的时候 同我们一起观测星体怎么样 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各位感兴趣都可以参与 唉 观测星体 嗯 就是通过长光大人制造的专业仪器 来观测银河系中的各种星群 如果天空作美 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超乎想象的美景 这不就是足不出户看千里之外 画本子上的千里眼都成真了 不过现在的世界真的是日新月异 编故事的人都跟不上科学家和设计师的想象力了 这就是所谓的后机勃发吧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挑战 我们的前人毕露蓝缕 我们的后人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而此刻正在我们手中的人类星火 也在催促着我们去完成自己未尽的事业 一代代人类不分骨精 向来如此 总觉得一聊到这种话题 我就很难插得进话呀 老爸 哈喽 最近有没有好好休息 有一说一 老爸可不推荐你训练新人都要亲自上阵 工作上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在忙 平常也要给你的队员足够的机会 依我看哪 你还有利塔 你们就干脆找个别墅躲起来 把事情全推给亚尔威特他们处理 说不定他们就会迎来意想不到的成长呢 齐格飞 我还在呢 那么粗暴的锻炼方式 你可别想过本学员长这一关 好了好了德丽莎 她这么固执 又哪能全听我的话呀 我这不就是说得足够夸张 才能引起重视吗 如果她哪天能在工作时偷偷打游戏 那我反而放心了 我会尝试给自己多安排一些充电时间 对了 下下个周末正好有去月球的任务 不如我多排几个人 完成任务之后 大家找凯安娜一起踢球吧 上次她还说自己花了不少时间练习 一定要大显身手呢 真的吗 那我可要拭目以待了 老爸 你当然得拭目以待了 你不如顺便叫上瓦尔特先生 毕竟我要和姐姐做一队呢 凯安娜 有段时间没见了 也不算吧 上次你送给我的书 我还没看完呢 凯安娜现在这么喜欢看书了 我记得今天早上德丽莎告诉我 你上周的作业还没交 哇 大姨妈怎么学会告家长啊 我还在哦 凯安娜 怎么这时候 你信号又好了 大姨妈 我再写了 真的再写了 不过老爸你呢 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你是不是也没有好好工作啊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对你们 从来都是以身作则 可老爸你现在的脸色 很像刚偷喝了酒吗 你说对吧 姐姐 这位先生的脸色的确有些可疑 不能排除其刚刚饮酒的可能性 有吗 你们的老爸 难道很像在工作时间 偷偷溜去喝酒的人吗 很像啊 我这是跟我阿尔特 讨论工作比较激动 所以才会脸红 时间不走了 我还有其他任务 之后再好好见识一下 你们俩的球技 没问题 放心吧老爸 我们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你就等着瞧吧